美国后任总统川普本月20号正式就职 一周后就是中国的传统新年 在中国大陆一款外贸形态都酷似川普的攻击造型产品 备受追捧 有商家正在批量感知 希望能赶上除夕前最旺的年货购买期 金鸡爆小迎新年 随着今年越来越近 中国的年货市场也旺了起来 不过今年有样东西格外的受到追捧 就是这只被称为川普机的公仔 浙江嘉兴的一家工厂正在赶制一批充气川普机 满足民间对这款产品的热情 川普机最早进入大众视线 是在去年的圣诞节期间 山西省太原市一商场外 立起了一只高达7米的大型公鸡雕塑 那标志性的头发 手势加上表情 让人们一下子就把他和美国后任总统联系了起来 不过生产商表示 外形相似纯属巧合 但是产品的设计师 却给出了二者之间更多的相似点 在淘宝上 川普机产品种类繁多 也反映出了民间对此产品的热情 就是这样的动作 一个这 一个这 两个这个动作比较少 可能会寓意的就是说是在2017年 今年的时候会有一个更大更好的一个 外交上的一个突破 或者是希望我们中国会越来越好 今年这样子 这是新唐人记者李澜综合报道